一定要选一个 一定要 这里 为什么 我的老公没有抖 这个鸭齿不可以吗 不信不可以但是 所以 这个写真酷 全是这里 为什么 我是这个 今天很开心就是 可以坐在昌老师旁边 其实我之前有见过他 在大阪的影展 他那时候代表了一个泰国电影 因为他有参与 然后我是带我们的马来西亚电影去参展 可能那时候就有见到他 这个就是 你 90kg 现在60kg 是的 太厉害了 我们一起拍照照片 完全不同 那为了让我们了解一下 就是昌老师的近况 今天我就准备了一些题目 所谓的 昌老师第一时间 必须做出选择 然后他选出来过后呢 我会问他原因 好不好 我们就透过这个方式来跟昌老师交流 臭豆腐 臭豆腐 榴莲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对 所以你选这个 两个是臭的 但是我 台湾 台湾臭豆腐不喜欢 不可以吃 其实蛮好吃的啦 所以选榴莲 嗯嗯 吃过的 一定要选一个 一定要 没有头发 跟牙齿 为什么 我的老公 没有头发 他是剃光头不一样 这个是 我们叫地中海 这个牙齿不可以吗 不是不可以 但是 所以 这个牙齿 这个牙齿 不好意思啊 这个牙齿的主人 请出来认领一下 但家伙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帅 叹 如果你可以选择 欸 全然 为什么 我是 这个 他要试试看这个 因为他是这个 非常坦白的答案啦 非常有道理 活了一辈子这样 他想要变成这样试试看 1 2 3 你要吃哪一个 一个是巧克力味的大便 一个是大便味的巧克力 我太难了 但是 这个是大便的 但是 这个是巧克力的 所以我 选巧克力 所以他要选大便味的 因为他至少是个巧克力 对 可是这个好吃 好吃 好吃 但是 所以你选这个 对 他答案自过我一样的 因为这个问题 我被人家问过很多次 我也是选这个 1 2 3 嗯 就是他选这个 他就变回去20岁的他 选这个他可以拿到 11 嗯 你选这个 欸 为什么呢 因为女生都很喜欢 回到年轻的时候 欸 我不要 不要年轻的时候 你不喜欢 不是不喜欢 为什么不想回去看看 或者改变些什么呢 现在是最好 就是你活到现在了 妈妈觉得 自己已经 活到上了轨道 过了自己想过的生活 没有必要回去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看到现在 苍老师过得那么幸福 然后有孩子 有老公在家里 这样 也是很羡慕他 然后也很祝福他 好 那我们今天的 道工就到这里啦 请大家多支持我 跟就是苍老师一起合作的 我们的最新的歌曲 叫做 别人的老婆 多多分享 快点 我先知道 小铍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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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